应该是63页 你们是应该是63页这边 63页的这个图长得像这样 下面有一个叙述 在64页底下有一个叙述 就是我里面希望能够帮我产生 总共有七个项目的相关设定 那总共有几个我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要把它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就是帮我产生上面的这个标题名称 然后呢把这个图例 什么叫图例呢 就是上面会显示出 它这个比如说 它的这个每一个每一个的 这个长条图里面各是代表哪一个区域 所以这边本来在右边 我要把它搬到左边 这个图例怎么移动 再来的话呢 我们资料标签 如果你那个图画出来的话 一般是上面不会显示什么 上面不会显示数字 如果上面没有显示数字的话 那其实很麻烦 你可能还要再稍微查看一下 那个你的报表里面的数字 所以最好是一个图里面 就显示所有东西是最好 因为你看就知道了嘛 OK 它的好处是第一个颜色啦 第二个的话呢 它高高低低的一看就知道了 比如说呢 这个101年 这个产品卖这样子 102年这个产品卖这样子 一看就知道呢 是什么销售量大增嘛 对不对 那如果像这个销售量101年这样 102年变这样 好像有点快要不行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好像差不多 所以缓慢的在 它不是跌 它是缓慢的跌的话 那一个趋势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一个图马上可以看到一个 大概想知道的讯息 那你要再做决策的话 会比较正确一点 我的的话你没有数字 就自己推想 那所以呢 里面我希望怎么样 有一个这个数据 这个数字怎么放上去 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因为你图表画出来的话 没有隔线 你要把隔线加上去 最后的话就是 背后有一个 那个背景图 背景的那个叫填满色彩 预设我是用一个渐层 最上面还有一个黄色的 有点像是太阳升旗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背后是个意境的 比如说你可能要 不是只是单单数字 你要意境说 因为这个产品 像黎明升旗一样 它即将会越来越好 可以卖到很久很久 一直都是像太阳一样 可以持续这么久 不过这个扯远了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 当然里面需要有一点点 你一个想要表达的 不然这个东西冷冰冰的 感觉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 你的报表还有你的图 看起来是真的很有特色的话 每一次画起来感觉都不一样 那你当然要熟悉这相关功能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那个刚刚那个图 先画出来 那先做出那个表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 再来把刚刚的这个表 旁边那个不影响 反正它只是一个 有点像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没有它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很简单 点它有没有 按Delete 就不见了 OK 真的是好看 很多东西是好看不好用 但是你买了 你就是把它放在那边 然后要把它带出门 感觉好像又觉得 就是一个装饰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变成图 那怎么把这个 枢纽分析表变成枢纽分析图呢 其实最简单的功能就是怎么样 可以直接切到选项 不过新版叫分析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按钮就是叫什么 枢纽分析图的按钮 在这里 所以你游标放这边 再点这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它就会跳出一个枢纽分析图 让你选 跳出来了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选择 不一样的图形 那你可以针对不同的 你要表达的那个内容 那你可以选不同图 像比如直条图就表现它数字高高低低 如果你要表现一个时间轴的概念 就是有时间的那个高 就是趋势的概念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所谓的折线图 或者你要再增加比例上面的你可以再加上圆柄图之类的 圆形图 诸如此类其他一堆 那不过我们刚开始学习 我们不要用太复杂了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 也许你请各位用直条图 就第一个就好了 按个确定 当然未来其实你用了图不对 你也可以再修改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自动帮你把图给做出来了 不过我是觉得他 丢图的方式怪怪的 他直接很率性的 就帮你放在这里 而且把你的资料也盖掉了 那接下来你顶多是什么 顶多是说你可以 把这个图移到旁边去 我感觉移到哪里都不对 因为旁边我还有这个 这个交叉分析器 那怎么办 要不就是先把这个删掉 顶多是移到旁边 可是移到旁边好像又很占空间 不如怎么样 你就把这一个图 独立出一个工作表 那怎么样独立出来 其实也非常简单 一 所以你会发现那图 自动丢到上面去 如果你要独立出来 请你直接在设计里面 不过我叫设计 你们如果新版的话 我记得好像也在分析里面 会有一个功能叫移动图表 你们找一下 如果不同版本的话 会在不同的位置 我是在设计 如果新版的话 印象中好像是在 在那个分析里面 点进去 或者你切来切去 反正就在上面 你找一个功能 叫移动图表 移动图表 应该有吧 因为这个它版本不同意 也是有麻烦 就是说不同的版本 都有这个功能 但是就放不同位置 OK 有点像那个大风吹的感觉 吹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移动那个图表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做一个 枢纽 新 工作表 放在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名称 帮我叫做 枢纽分析图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给他一个名称 枢纽 分析图 多一个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就OK了 按确定 然后再帮我把这个图 放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样的话呢 就看起来会 比较 全面 全部都是 整个画面 就是占满 那但是呢 他会缺乏几个东西 就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是 会有 七个部分 第一个已经做了 移动了 第二个的话 就怎么样 就是要把那个 图表标题 字中 字量24 微软 正黑题 然后加粗题 或者加红色之类的 也就是说要做出像 这个上面多一个标题 他这个标题怎么加 以前可能你想说像卧的里面有那个文字方块拖拉一下 但是在这里不是哦 如果你要增加图表标题 请特别注意他在 版面配置里面 不过问题又来了 你们如果新版的话 我记得是在分析里面的前面这边有一个什么新增 新增版面配置之类的吧 位置不一样 但是是在 我记得是在 左前方的这个位置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你要增加那个 图表标题的话 他这边 请各位看一下 如果2010的话 他这边就图表标题 然后呢 让你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呢 你到底是要放哪里啊 无的话是没有 预测是没有 那我要放什么 我要放的是在 至中 重叠的标题呢 还是图表 图表的上方呢 其实我们要把它改了 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把它 重叠在上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讲义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是重叠 重叠跟上方不同 上方的话指的是放在这边 重叠的话是指的是重叠 就是在图的上面 OK两者不一样 那我是用那个 重叠标题这个 字中重叠标题这个 然后呢 上面字把它改一下 也许就是把它改成 通讯产品报表 接下来的话呢 把字放大 字怎么放大 记得 输入完这个文字之后 我是建议你点一下外框 游标标放里面 点一下外框 点外框表示说呢 我现在要针对这整个里面框框里面的字 做格式设定 那怎么格式设定呢 请你在 从版面配置 切到常用里面 那字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24 OK字放大 第二个的话呢 把那个字的字体 变成 微软正黑体 或者叫微软中黑体 这边的话把它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字 一定是有啦 电脑里面都有装 微软正黑体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把字的颜色 干脆把它改成 红色 这样的话 就完成 就是图板标题啦 如果 你们版本不一样 可能就是自己在找一下 一定会有这个功能 我是放版面配置 你们的话 应该在前面 我记得啦 如果你的是新版的话 请你往 左边看一下 其中一个面板里面有一个就是 图表标题 所以第1个就完成了 第2个的话要做什么呢 就是 图粒的部分 什么叫图粒 其实呢 在我们的 预设值这边就有图粒了 它是放在 我们的右边 我要把它搬到左边来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找什么 这个东西 图粒 所以呢 一样版面配置 只是换一个位置 所以我这边把图粒的地方 点下去 然后告诉他说 在 哪个方向呢 本来在右边嘛 把它改成在 左边 点一下就可以 OK 那 不过图粒现在 然后有个重叠 不重叠 我不要重叠 所以记得在左方 显示图粒 这样的OK 所以图粒里面 找一下 反正这个东西叫图粒啦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就是5就可以 图粒部分 应该不管新旧版 都有这个功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上面 这个柱状图 直标图上面要显示数值 比如说我要 显示它到底这25,000 那25,000 我如果要显示的话 记得 它是在资料标签 所以各位找一下资料标签 这个东西要资料标签 那如果说我要显示在最外侧的话 请你选择叫 终点外侧 那 至于什么其他的啦 我想你自己再玩玩看 比较常用的还是终点外侧 点一下终点外侧 资料标签的终点外侧 OK 那你会发现上面的 这个数值就出现 那好处是真的蛮方便 直接看就知道 而且马上看图啦 就不用再去看那个表 每次要切来切去 太不方便了 直接就 图上面 你就帮我标数字就好了 我一看就知道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格线 目前只有水平 格线的主要的 那如果说我要什么 格线还有什么 次要的啦 还有垂直都要的话 那这个部分 请你找到格线 格线里面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你版本不一样 自己找一下 这边的话 横向的是水平的 水平的主要已经有了 把次要也打开好了 所以你再点一下次要的 格线里面呢 点一下次要的 诶 次要有出现 那我要垂直的主要的 所以垂直的主要 点一下 诶 这样的话 就帮我把 那个格线也画出 因为有的时候啊 你如果没有格线 说真的要参照那个高度 还是麻烦 还要 这样看到底是 对齐哪一个 就是数值 不好对 所以呢 其实用 把那个线给 格线给画出来 会稍微比较异于辨识 最后的话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最后那个 背后的颜色 也点一下很简单 记得 点选 点选的时候 记得点那个 绘图区 那怎么知道 点 有没有点到绘图区 你点一下 如果说他这个点点是在这个表示选到的是垂直线 那有的时候你要记得 他有时候会不小心点到什么 点到水平的 点到垂直的 那这个都不对 记得是 不要碰到格线 不要碰到格线的位置 不好点 点 点哪里 点没有格线的地方 这个有点 点一下 又点到水平的 再上去一点点 这样就OK了 那 这个时候啦 其实你可以看那个 端点 这个点点啦 如果是选到是这个 表示是绘图区的 那我们是针对这个绘图区 去给他颜色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真的就按右键 按右键 里面的话 还不会有点到别的 按右键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 点到别的地方 你给他 再点旁边一下 再回来里面 然后就是去 按右键去点选 这个时候OK的 绘图区格式 所以 再不然就是说如果你怕常常点到格线 不然就是格线 是在绘图区设定完之后再加 这样就比较 不会有那个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会出现 右键会出现 绘图区格式 你就再把它设定一下 那里面有哪些可以设定的 点这条线 OK 一次OK 那里面的话 如果新版好像也是一样 绘图区格式 那我就把它改成 建层填满 建层填满里面的话 记得有一个预设值 预设值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黎明的 就是黎明 黎明 点下去 但是 这个也是问题 新版 它没有这个预设值 它是 换成另外 很多很多让你可以挑的 你就挑一个接近的就好了 它也许名称不一样 我点一下黎明 记得是绘图区按右 就是右键 绘图区格式 然后呢 建层里面 再来的话就是把色彩 改成 黄色就好了 它会针对 第一个线色彩 就是最上面的色彩 改成黄色的 这个时候关闭之后的话 结果就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小画的那个面板 这样子 看起来 好 就是最后的结果 OK 那另外还有一点 也是同学问说 老师你这个字太小了 我看得很辛苦 有没有 整个都要很贴的看 才看得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 未来 如果你那个上面的字太小的话 该怎么变更 其实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诀窍 也是按右键 按右键只要看到字形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针对 下方这个地方的字 把它放大一点 按右键 它一定会出现有个字形 你就针对那个字上方按右键 字形的地方 把它改大一点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改成14号字 看起来会比较 清楚 并且字要变成红色的话 你可以把字形的色彩 改成红色 按右键字形就可以了 按确定 马上变大了 那旁边的标签可不可以 也可以按右键 字形 这个标签太小 我想要把它改成12号字 然后呢 字的颜色稍微变成那个 这个好了 蓝色的 按确定 这个蓝色出现 这个图例可不可以 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图例太小 把这边再改成14号 然后颜色可不可以改 可以 看改个 反正就不一样的颜色 让它有鲜艳一点的效果 那标签 这个可不可以改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改 按右键 然后标签 字把它放大到14号字 颜色要不要变更 别红色 可以按确定 你会发 标签也可以变更 不过标签它好像有分成 哪一个 哪一个柱状图的颜色 如果你选的时候 要全选的话 是不是 它好像没办法全部选 它好像都个别 它有 这一个它就变成 一样的颜色 所以如果你要针对 不同的柱状 不同的区 是做颜色设定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字的颜色 跟大小 还有字形 就可以马上变更 所以那个图一定会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看起来 该清楚的清楚 然后该表达的部分凸显出来 这样就会有亮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书纽分析图的部分 相关功能 再试着做做看 那我们大概就是利用那个 讲义里面的第 63跟64 这个部分呢做说明 那我这个因为版本是2010 所以我后面 解答65 66 后面都有那个我刚刚做的动作的 截图画面 我这个截图画面呢 可能还会是版本差异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如果你的版本跟我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稍微找一下 概念我觉得主要是观念正确 以后你要设定那个图 应该就比较不是太大的问题 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